好 社會消息來看到吉安鄉 道鄉村一處名宅 在6號的深夜是驚傳了火警 那麼木造鐵皮的結構是全面燃燒 那麼火勢是非常的猛烈 還撥及到停放在門口的車輛 所幸裡頭91歲的夜姓屋主 即時發現投出 並沒有人員傷亡 我從鍋子去睡 從一聲就燙起來 我叫人幫忙 吉安鄉到鄉村一處名宅 6號深夜驚傳火警 所幸裡頭91歲夜姓屋主 即時發現逃出 並沒有人員傷亡 吉安鄉公所 除了在第一時間啟動關懷機制 鄉長游淑貞7號上午 也親自到訪探室 並送上2萬元仁愛基金 希望協助災戶 能夠盡快回到日常生活 這是一個天災 但是也是要再次呼籲 我們的鄉親好朋友 做好防火跟一些 預防性的工作 畢竟今日在吉安已經連續 發生了幾件的火災的事件 在這裡還是要希望我們鄉親 多一些提高警覺 來預防生活的每一個氛圍 在這裡我們也代表所有的鄉親 跟吉安鄉公所 獻上滿滿的祝福 後續也要來恢復 整個我們家戶 殘餘的這些灰燼之後的 垃圾來清理 無情大禍除了將它 住了70多年的回憶 全都燒光 施防存款也都付之一具 停在外頭的汽車 更是燒得只剩骨架 葉姓奶奶在公所的協助下 強忍悲痛保持正念 暖心面對種種困難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則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徐立芹即安相報導